大家好 欢迎来到香港汉语基调文化研究所 汉语神学研究系列讲座的现场 我叫肖云泽 我是来自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 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 大概是因为有一些研究作品 在我们研究所的期刊 道风杂志发表 所以就此跟研究所结下缘分 那么作为一个年纪稍微轻一些的学人 我一直以来受到研究所很多的提点和鼓励 所以有这个机会出任本奖的主持 感到非常的荣幸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四次的系列讲座的一个缘起 我们研究所于2020年 就是我们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创所25周年的纪念 也是道风山开山90周年的纪念 举办了汉语神学研究系列 线上讲座一以及二 那么共15场的公开讲座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讲座反应很热烈 研究所决定延续这个系列 并且于今年的9月到12月举办了七场的讲座 那么尝试以跨学科的进入来探讨 我们的汉语神学 圣经研究 历史 文学 人类学 伦理学 以及哲学等等 我们这一场讲座报名非常的踊跃 实际上报名人数已经有300多人了 那么除了主要的两岸三地的学友之外 也有来自13个不同国家的学人 共聚一堂 那么今天的讲题是日常伦理 与地方基督教的生成 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本讲的讲员 黄建波教授 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 那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 是宗教人类学 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西南民族研究 汉人社会研究 以及人类学理论方法 那他有一系列的作品 包括人类学家及理论的生成 地方文化与信仰共同体的生成 都市里的乡村教会 乡村社会的信仰政治与生活 那么他相关的作品呢 特别是在我们基督教人类学的领域 引用率是非常高的 有广泛的影响力 那么这次的讲座呢 会主要有一个小时的主讲 由黄建波老师主讲 那么会有十分钟 我本人的一个回应 那么会有二十到三十分钟的回答 那么欢迎在演讲期间 在问答区域以文字 向我们的主持和我们的讲者来提问 那么大家可以在问答区域呢 看到被选中的问题 那好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黄建波教授 首先谢谢大家 在宝贵的下午的时间 然后出出来 虽然是通过线上的方式 然后来相聚 一起来分享一些 我可以说一个方面来说 是比较长期的一些的想法 也可以说是其中有几点呢 其实是比较心境的一些的感想 所以呢 可以听得出来 各位可能听得出来 一部分呢 是比较的熟悉的 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的话题 那后面的一些 特别是在最后的隐身和讨论部分 各位可能会看得到 略有一些的这个粗糙可能 但是总之呢 还是要特别的感谢 大风山韩语基督教研究所 所做的一系列的工作 也仅此机会呢 祝贺大风山的25周年 也希望下一个25周年 然后我们还能够有机会 然后用各种的方式来祝贺 和继续的来延续 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工作 当然也要感谢 向云泽老师下午 他刚刚说的比较的谦虚 也谢谢他下午花这个时间来组织 我也期待他的回应 我听他说 做了一个认真做了一个PPT 但是没发给我看 我待会和各位一样 将会是第一次可以看到 他的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PPT 这个题目呢 是确实想了蛮久 一个方面呢 日常伦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近期来说 人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虽然说关于这个话题 有不同的进入 甚至对于日常伦理这个词本身 其实都会有一些的争议 一会儿我也会简单提到 但是它确实代表了 当下整个人类学界可能的一些努力 试图帮助我们可以去恢复 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的感知能力 虽然人类学所著称的其实一直都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在这些琐碎的细节里边去发现 一些重要的 一些的我们说逻辑 或者是说一些重要的现象 它背后的机制 但是呢 之所以提出这些 这种再次的重提 对日常的重视 再次的提出对于伦理的一个重视 其实正好是表明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的关注表述的问题 以至于似乎表述变成是 或者符号或者象征这些东西 变成人类学所去讨论的主要的这个对象 而我们知道说表述当然重要 符号当然重要 象征当然重要 可是真实的生活并不等于 表述象征 或者说这些理论 那这个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对我们所谓的各种宣称为 这个权威的理论和解释 或者象征体系 或者说表述方式的一种的反应 或者批评 其实对日常的这个再次的强调也是如此的 那第二个部分这个题目 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地方基督教的生成这里边 其实也是我需要略做一个解释 地方基督教待会 我也还会再次的说一下 回到这个这个关键词 需要提到的就是说 地方基督教不等于地方的基督教 这是容易很容易被混淆的两个概念 在因为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一个 我们习惯于用一种的所谓的中央与地方 然后一元与天下这样子的一些思考方式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来说 当我们一提地方的时候 就先天的天然的很自然的就想到 你讲的是某个村的某个地方的某一个县的某个省的 而不是一个所谓看起来一个标准的一个中央的一个东西 最后一个关键词生成 生成的意思其实比较清晰 因为我们过去太多的强调一个东西的状态 一个结构 就是强调being而不是强调becoming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的研究当中 包括其实我们说 欧洲世界特别是哲学界 也有来越多的强调说的这个成为becoming 这个概念其实是很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更多的看到它是一个成长成为的过程 而不是去描述一个静态的不动的一个现象 这个特别是用于在人类学的文化研究的时候 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 人类学也好民俗学也好 其实我们很多的关于文化的想象 是一种静态的文化想象 意思就是说我们似乎把一个文化可以描述下来 然后可以把它在某一个节点也好 从时间的节点也好 还是一个空间的节点也好 把它给好像静止下来 以至于我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或者说这就是 有的时候也会把这个文化呢 替代成另外一个词就是传统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无论是文化也好 还是传统的一词也好 你会发现了它都并不是 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静态的状态 反倒呢 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生成的过程 也因此再次说成为 在我的关键词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术语概念库里边呢 是比这个就是说 Being可能更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我还是要稍微在进入了正题以前 要交代一下我的整个今天 所分享的这个话题 它实际上背后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改变 可以说是基督教所带来了一个改变 或者说我们可以说 由于有了基督教这样的一个新的 这就是常常 尤其在中国这个处境 中国现代中国的这个处境 我们长期以来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纠结 就是说当国门一打开 或者说中国向欧洲打开的时候 那结果呢我们就发现 我们处于一个 似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 以至于有一个 有些新的东西进来了 然后不得不做出一个回应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中国史研究当中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模型 那当然这个模型 不光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的模型 也是包括方方面面的 包括我们所可能在座 很多的人所关心的基督教的问题 或者基督教研究 也是深受这个模型的影响 但是在这个模型的影响底下呢 你会发现我们时常也是 在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 就是到底基督教来了 带来了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里边 就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 当然它一方面可能带来了 这个叫什么所谓的文明 对吧 然后因此我们有一期的 这个基督教的研究呢 实际上除了传教史 或者宣教史的研究 或者宣教研究以外呢 你会发现大量的这个研究实际上 你可以把它归为一种的文明工程 或者文明化的工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这就是后来被人所归结 为叫做这个Civilization Project 或者是Modernization Project 无论是用Civilization Project 还是Modernization Project 当然我们用这些概念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强调一个新东西 但在这个处境里边 就是基督教所代表的 这个所谓的新的东西 对我们传统的地方文化 社会文化带来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冲击 以及带来不可逆转的一些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这里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设 就是第一呢 中国的文化 或者我们原有的文化 似乎是一个相对静态的 是一个非常的被动的 是一个消极的 他只是等在那里 然后等到有一天突然 然后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强大的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对手 或者说一个意志的东西 以至于他就不得不改变了 所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说啊 那这个对于这个意志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理解和回应他 当然你会发现 站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呢 我们就可以 或者说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思考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有这几种 我们常见的态度 第一种呢 就是说当然是 是可以是全面抵抗 因为觉得说 这是一个西方的意志的 然后是一个对我们的老子中的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千年的这个 传统带来的 这个 毁灭性的这种的破坏的 这样一个东西 因此是必须予以坚决的抵制 当然还有一种 我们也知道说 是一种全面的这种的迎接 然后我们说 我们要把全部的东西 然后都抛弃掉 然后接触一种新的东西 当然 我们看到除了这两种相对比较 比较 无论是左端还是右端的态度以外 更多的人说 那我们走一种中间道路吧 这好像是一种比较 更为接近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 或者思考方式的一种东西 就是第三条路吧 无论是中体吸用 还是吸体重用 你会发现 其实都在试图干这个事情 这个是以 如果说以中国本土 或者中国文化为主体 然后来思考问题的时候 会有的一种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里边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似乎原来是一种纯粹的形态 结果现在不再纯粹了 因此呢 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安全的问题 或者文明安全的问题 那其实就上升到一种 现在也有些人甚至会谈到文化安全的问题 其实这种的思路 你会发现可以理解 因为它实际上假定了 刚刚再次说 假定了我们的文化 是一种的遗体的 文化是一种禁止的 因此它是一种 具有某种的纯粹的形态 要保证它的安全 保证它的完美 保证它原有既有的形态 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在 与此相对的另外一边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 基督教会这一边来 转到基督徒的这一侧来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两者看起来是完全相对的 但实际上他们采用的逻辑 或者说思考的方式 是用一样的方式 你就会看到在基督徒这边 同样的是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基督 就是所谓的本土化的问题 所谓的这个 当基督教进入到中国社会以后 那我们所谓的民间基督教化的问题 那基督教还是原来的基督教吗 到底这些的基督教的形态 它可以被变成到多大程度 还可以被称为基督教 当然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曾经有过著名的 李一之珍其实要处理的 其中包含的这个问题 虽然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那除了李一之珍以外 我们其实在当下的这个中国教会 也仍然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会看到有大量的这些教会 试图要完全的抵抗中国文化 对它的这个侵蚀 然后说我们要回到一种原初的教会 实际上从民国时期 就有这样子的一些努力 要回归到圣经时代 对吧 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 当代的这个中国教会 也有一批人 试图要回到 回不到原初的圣经时代 或者使徒时代 那么回到哪里呢 回到十七世纪 回到宗教改革时期 你会发现我们似乎都有某种的这种的 相仇 回到一种过去的 因为那个过去代表了一种的美好的 一种的纯粹的 一种的标准的形态 当然你会发现我再次说 其实这种的思考你会发现呢 它带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天天也在想说 基督教有没有被丧失掉它的独特性 我们的本土 如果有本土化这个存在的话 那本土到什么程度 然后还能够被称为是基督教 因此就带来的就是 实际上这也是我的一个两个关怀 而这两个关怀 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 为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从总体上来说 需要回答什么是基督教的问题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要回答的是谁是基督徒 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基督徒 他可以大胆的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别人也可以承认他是基督徒 当然这个显然这种的大问题 这种问题看起来很简单 但同时又是非常大 以至于不可能在单一的文章 单一的研究 当然甚至也不可能在我们今天 这个一个小时的分享和讲座当中真正的回答 只不过呢 这个是我过去大概差不多20年做研究的 就是一个比较深层的关怀 做基督教研究的一个深层关怀 当然需要交代一下我的进度 确实是很明显的 我是用一种基督教人类学的进度 当然这里我特别的要说明一下 当我们讲基督教人类学的时候 我主要是说是一种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而不是一种神学进度的这种 虽然这两者当然是密不可分 甚至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会分享很多的 共同的关怀 共同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倾向 我主要使用的是前者的 作为以现代学科意义上的 人类学的这个进度去研究基督教 或者说去处理我所看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前面谈到的这几个问题 当然我会大量的去参考 就是在神学的进度的 这种Christian anthropology的一些的 这个理论方法或者看法 来帮助教定 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 它其实它有一些固定的 或者说有些自我的限制 所以当我在这里用versus的时候 其实不是太准确 严格来说 我可能更多的用了前者 但其实大量的参考了后者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 另外一个概念来解释 我这种方式呢 大概可以用Louis Dumont所说的 叫Incompassing the country 就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对很多人看来是相对的 相反的 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它是可以彼此包容的 虽然说肯定是有张力的 是有差别 第二个呢 前面已经稍微提了一下 就是日常伦理这个事 日常伦理是一个现在在人类学界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以至于很多人声称说 在过去的不到20年时间里面 人类学界已经出现了两大 这个所谓的转向 一个转向号称叫做本体路人转向 另外一个转向就是叫伦理转向 关于这个转向是否成立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总之至少可以看得到 确实过去的将近20年当中 对伦理特别是日常伦理的再次的强调 成为人类学界的一个 普遍关注的一件事 但是我前面也提到 关于什么是日常伦理呢 其实有不同的进度 甚至连这个词本身都会有 至少有两种的翻译或者对应 而这两种呢 它是代表不同的方向 角度去理解它 一个是everyday ethics 第二个呢是ordinary ethics 我不想进入到细节去探讨 他们的这个差别 但我想要说呢 简单来说 我比较多的是用的是前者 主要的是说更强调 我们在是在一种广义的 意义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 一些的伦理的判断 以及伦理的行动 所以既包括了判断 也包括了行动 而这个判断和行动呢 是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 每天的生活里面 而不是 而不一定是至少 是在一个教会的情境 在一个教堂的情境 甚至 也就是说我们会强 更多的强调 它是一种在日常生活里面的 这种文理行为 或者说信仰生活 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 我觉得有两个文本 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天水晓文本 这个我想 这个也是游道风山 出版的在二十年前 吴飞老师的这本 曼芒上的圣言 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 这个 这项研究 当然是相对是 比较早的一个研究 但是仍然还有很多 可以探讨的这个空间 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一项研究 尤其是在当前 天主教研究总体来说 特别是当代天主教研究 总体来说 是非常 稀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底下更是如此 我基本同意 就是 下面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会探讨另外一个文本 是我所看 看到的一个 这个新教的研究文本 那个 另一位作者叫张杰克 是我们应该说 现在很 很不错的一个 年轻的学人朋友 那他的 他的一个评论认为说 其实这也是 吴飞老师自己的一个 结论 在这本书里面 他说 他观察了这个 华北乡村的 天主教之后呢 发现说 他们虽然说 号称 他们已经有了天主教的名号 他们已经 而且用大量的符号 用大量的天主教的 这些的仪式 甚至连着生活 看起来也非常的天主教的 但是呢 他说 对于这些人来说 基督教并未带来 根本性的 注意 他这里有一个 很重要的 很重的意思 并未带来根本性的 伦理改变 或者说 并没有带来社会结构 或者实质意义上的更新 或者变化 Transformation 它带来的是什么 不过是 一些新的智力的技术 这个智力的技术 尤其是 是一种自我的 当这是复刻意义上的 自我技术 因此呢 在那本书里面 其实你会发现呢 吴老师花了很多时间 去探讨 天主教徒如何 用一种天主教的语言 然后去处理他们的苦痛的 这个层面 结构性的层面 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改变的是什么 只是一套话语 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 福科的这个语言的话 他不过是用了一套新的话术 然后来阐释 来解释 他的这个生活那边 所遭遇的种种的问题和苦难 吴飞老师这个书 我就不多说了 我花比较多时间会谈下面 这个张杰克这本新的书 是今年刚刚出版的 虽然是刚出版 但是他其实写了差不多十年 那张杰克呢 对他基本上认为说 就是他在温州的这个基督教 新教这个地方所看到的 在日常生活里面看到的 这些基督徒的生活 说呈现出来的东西呢 与吴飞老师所说的 华北天主教呢 有相当多的不同 首先是 因为他说在温州基督徒呢 也看到了并不是 吴飞所说的信仰和生活之间 清晰的界限 反而是信仰对生活不断的捕捉 以卷入 把城市中的行动 视为上帝面前的行动 把生活变成上帝面前的生活 也就是说他确实 他发现说 在至少在温 他所观察到温州基督徒 新教的信徒这个地方 信仰和生活并不是割裂的 而是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化 这个转化就是他的生活 不再是原来的生活 虽然还是在原来地方的生活 虽然仍然是过了原有的生活 可是这个生活已经有了新的意义 因为他是在上帝面前的行动 所以他说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正是这些普通的基督徒 对呀 在这两位的研究当中 其实因为都是受比较多的 受人类学社会学的 这个影响所写的书 他们俩的时候 其实都很难讲是 标准的人类学文本 或者说社会学文本 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 虽然总体来说 张杰克的这个书 其实是有更深的神学关怀 在后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 他们所关注的都是普通信徒 而这个和我们所常见的基督教研究 特别是神学研究也好 还是历史研究也好 我们多数关注的是那些领袖 特别是一些应该说领袖中的领袖 重要的教会人物 当然那些研究仍然很重要 可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到 人类学的基督教研究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强调 对就是要强调 人类学的研究 对他的基督教研究 他是更多关注 第一是普通人 第二是关注普通人的 就是日常生活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因此呢 就是这里面所说的 信仰对这些基督徒来说 温州基督徒来说绝不只是一些停留在观念 或者讲台上的教义 而是与其生活深度关联和纠缠的伦理行动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 张吉克的研究 他试图他观察到的 这个新教的 温州基督徒的这种的生活呢 是和无非所呈现的华北天主教的 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但是呢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有意思的是 你会发现 其实总体来说呢 这个后面还会提到 张吉克的研究 他仍然在总体上 他是同意说 这个基督教的进入 其实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 这种社会的结构的 伦理的转变 然后我是想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基督教信仰 对一个集体的地方社会来说 他没有带来一种意志 完全意志的伦理生活 也可以被理解成为 基督教的进入 并非必要的是一种 对原有社会结构的攻击 因此是一种政治上的危险 甚至如果各位 如果读得够细致的话 可以发现 吴飞老师在他那本书的 某一个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完全不起眼的注 很多人可能是就忽略掉了 但他其实已经点出来 在他仍然 他虽然说对华北天主教的 他研究的这种群体 有深深的认可和认同和好感 但是他还是认为说 这里边其实存在一种潜在的 一种的威胁 也因此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它并非必要的 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气势 除非我们的文化观 还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 本质主义的 是一种静态的 强调起固化的文理 而忽略了文化 或许更重要的是变化 或者点化 或者是按照另外一个说法 叫过化的这个意思 就是纯神过化 这个意思 那反过来说 这是我前面所说的 反过来对于关注 旗舟教神学正统性 或者纯洁性的人来说呢 它的标准 或者范本的设置 与何处这件事 本身也需要被解释 换言之到底 有没有在一种历史性的标准 作为普遍性的规定 与不同社会的伦理要求 和行动形成 必然的敌对和紧张 或者更可能的情况呢 是具体的人 在具体的文化处境 或伦理结构中 与上帝相遇 从而实践出 或者深发出 一种具体的信仰方式 神学表达 以及教会形态 也就是说 我想要在这里 想要强调的 在伦理规范意义上 或许确实 没有那么的意志 但是在态度意义上来说 是明显一致的 所以张静克在书里面 他也说 他说即便 即便教友们接受的是 一些伦理规定 跟别人的伦理规定 没有什么不同 比如说我们不能骗人 对吧 我们不能 我们要做好事 大概这一类的 但是呢 他们看待这些伦理规定的角度 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 是神 或者上帝 给我们的要求 神给我们 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 这种的 任何的权威 或者说任何的 其他的 这个 无论是上一辈 或者说传统 大概这一类 当然在我看到 会许更关键的差别在于 基督教在伦理上 为信徒们提供的 他这种最独特的观念 并不是伦理规定意义上的爱德伦理 也不是韦伯所强调的 那种引发伦理事件的预定论 而是将自我视为罪人 这一伦理主体的转型 也就是说 也许看起来好像伦理的行动 或者说伦理的要求 是差不多的 可是呢 他的主体发生了转变 这个主体就是说 从原来是一个 不认为说自己是罪人的 这样一个状态 变成是将自我认为 是在上帝面前的罪人 所以这里边其实是一个 重大的主体的一个转型 所以呢 至少在伦理结构的演细 并不能否定掉 伦理主体转型 这一重大变化的事实性和可能性 那在这本书我所看到的 这种文字基督徒 虽然我们看到 也有其他对 文字基督徒教的研究啊 但我觉得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 是非常精彩的 因为它针对 这些信徒生活当中的苦痛 所进去的神学阐释和伦理行动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被转化为人与上帝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人与上帝及魔鬼之间的伦理关系 那这个事实本身 在我看来 就已经构成了信仰 或文化上的更新 而就此来说 是意义非凡的 不过呢 有意思的是 就是说 杰克认为说 就是在伦理主体变化 这个最能让人认为 一起不同之处 也是与伦理最为紧密的观念 他还是看不到 伦理生活的这个根本性的改变 除了 地方 本地原有的生活结构的延续之外 那他其实分别从三个面向 就是说 传福音 就是这种所谓的宗教生活 这种宗教技术 然后从这个 教会对信徒个体的这个治理 还有身体疏口 这些的问题 这些方面去探讨这个问题 他的结论是 还是令人失望的 说令人失望 不是说他的结论 本身令人失望 是他的这个结论让很多的 对基督教将会带来重大更新的 这样一个期待的人来说 是令人失望的 就是这些努力都在试图触击 罪人 这个自我 但都没有真正带来持续一贯的 针对自我的技术 因为他他给我们精彩的呈现了很多的故事 说发现人们其实 这些说的人们就是这些温州的基督徒 要么轻易的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 因为他可以找到很多的方法去解释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些罪都归给魔鬼 那既然是魔鬼 这个引诱或者说 他的这个 是魔鬼的这个责任的话 那我自己就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获得了肯定 也就是说呢 对这些普通基督徒来说 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重点 并不是真正我们过去所说的 自我否定 self-denial 而是罪深诚意 也就是说他透过把这种的罪责 归到魔鬼的身上 结果呢 虽然他承认了 在身份上 承认了自己是罪人的身份 可是去通过这种的技术 使得自己变成无罪的 那显然 这个与我们所熟悉的 韦伯彼下 家文主义的这个新教徒 强烈的彼岸关怀 或者得救焦虑 形成明显的反差 他的关键差异正好在于 这些当代中国温州的基督徒的 核心关注 其实呢 仍然是此事的 是现实生活的 是关乎身体病痛与死亡的 我想这些 这个观察是非常的准确 而且是也非常的 精彩的 非常精彩的 当然也可以得到很多其他研究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 这个研究的 这些研究的应该说 共鸣啊 有很多是有类似的这种看见 但是在我看来更要命的问题是 这些温州基督徒首先确实成为了这罪人 他不仅仅是说 一方面没有解决掉生活中的苦与痛之类的现实 反倒是在某种意义上落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层面上的痛苦 那这种痛苦还主要不是一位人类学家叫Joe Robbins 在他的这本成为罪人的这个书里面说 探讨的说 他在成为基督徒后有两种道德体系 一个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的这个道德体系 与基督徒的道德体系 这种困扰 甚至他会认为说 他观察到这种叫做moral 他叫什么 这个道德的这个困扰 道德的困扰 而是落实在具体生活中 关于各种苦痛的阐释 那我们在这书里面看到很多的故事 除了自我指责以外 我想这也是令人这个印象深刻的时候 他跟我们描述了另外一种的情况 就是教会作为一个机构 以及作为个体的旁人 就其他的基督徒 在很多的时候 不仅没有成为安慰者和帮助者 反倒可能会沿用放大 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扭曲 关于罪的教育和理解 进行示意的更为严重的指责和伤害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明确的指认罪人 并规则于具体的人 更容易发生在对他人的身上 我们就回到前面所说 事情一旦转到自己身上 往往会想方设法的 求取无罪的可能 也就是将之归于魔鬼的嚼扰 总之就算自己是罪人 但却无需承担罪责 承认罪人但是不需要承担罪责 那这么说起来其实好像看起来 似乎这个结论 或者说这个评论是非常的 非常的令人失望了 就是什么呢 那基督教信仰还有什么意义吗 那到底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那到底他接受了所谓的基督教 他还能够称为上是 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的基督徒吗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标准的 关于基督徒的界定的话 不过呢 在张聆学生里 书里面他也提到 他说 围绕罪的之后否定 尽管难以真正开展出 不同的伦理生活 就是 所以在这里就是 无论如何呢 他注意到就是这些基督徒 温泽基督徒 普通的基督徒 他们做出了真正的努力 就算这种努力是 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某种现实的好生活 而不是韦伯意义上的 为了将来 为了得救 或者说那种看起来 更加高尚的 所谓的高尚的信仰的理由 而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 基督教的信仰 也确实是有意义的 因为无论如何 他抚慰了人心 无论如何 他是有作用的 无论如何 他是有意义的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 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 而寻求安慰 本身是无可止在的 因为同时呢 基督教信仰 确实也给了人一种 面对苦痛的能力 至少更为坚韧 因为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 人的生活在 苦痛和纠结是常态 那如果苦痛这么容易 就被某种教义 给解释掉了的话 也就是说 你所有的东西 其实你所受的苦 其实都是有意义 无论是一个什么理由 是因为为了你 为了你的好处 是一个上帝的这个工作 对吧 这个解释掉到这样的信仰 其实并不坚实 反倒很可能是浅薄和易碎的 那因此在我看来 正是在这种反复矛盾 挣扎之中 伦理选择 才不只是一种廉价的取舍 苦痛才得也在眼泪中 被融化化入一个人 一个信徒 或者说一个基督徒的 社群的生活记忆里面 那只有这样呢 信仰才对落实 神学才对有活力 教会才对有形 有状的生长 那会计更为重要的 成为罪人 不意味着故事的结束 而是一种新的可能的开启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约翰福音16章33节 所说的 在世上里面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也就是说呢 成为无罪 至少成为了一种可能 具有了可期盼的性质 种子一旦埋在了地下 终于有一天会冒出地面 在这里我特别的用红字 标出了我认为说 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会长出 某种样态的苗来 当然期待说 甚至还不只是长出苗来 它的苗还可以继续的成长 还可以结出果实来 那在这里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其实去介绍 也是算是一边介绍 一边是评论 张杰克的这样的一个 精彩的研究 我是想你要说什么呢 从这个两份研究当中 一份是关于天主教的 20年前的文本 一份是新的一个研究 是关于南方 温州 基督徒的一个研究 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一件事情是什么 在我的观察里面 张杰克比 吴飞老师 更进一步的去 真正的 去实践人类学 关注普通人 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努力 而且他确实也看得到 这些普通基督徒 在各种的苦痛 在他的生活里边的这种的 这些的纠结和缠绕当中 他如何去面对这些的 关于最如何 以及这些苦痛怎么解释 不光自己解释 要不到信仰群体 或者说其他人的一个解释 那这些的东西 在他的文本当中 也非常精彩地呈现 所以我是毫不吝啬地说 这个大概是我过去20年当中 所看到最为精彩的一本 关于当代基督教的 一个经验性研究 虽然他有很强的 同时他也带有很强的 这种神学的意涵 或者说至少这样的一个朝向 我努力 那最后我想要 要总结的一点是什么呢 特别是在张杰克的这本书里面 我看到的是 他虽然说认为成为无罪 或者这些最深诚意的这些 用最深诚意 然后来总结这些温州的 普通的基督徒的生活 会认为说 那还是没有能够在根本意义上 达成一种微薄意义上的 这种社会 或者是结构性的 社会结构意义上的这种伦理转变 可是在我看来 它是 它们成为一种新的可能 因为它像种子一样的 在我看来它会长出将来的东西 长出的意思就意味着什么呢 长出的意思就意味着 它是 有 希望的 它是一种的过程性的 当然它可能是缓慢的 而因此呢也可能是 长得会乱长的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 有这种农业的经验 我自己也谈不上有太多 但是我每次回老家 看我妈妈种那些菜的时候 特别是最明显是什么 种像什么黄瓜 丝瓜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如果不对它进行牵引 你就会发现这些丝瓜的苗 或者黄瓜苗是乱长 而且它会结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由于有那个苗 苗是有香油种 然后它会逐渐的长出来 但是需要浇灌 需要给它牵出藤 需要帮助它去朝着 你希望它长的方向去长 但是呢 在我看来至少 最最最关键的是 首先得有那个种 没有那个种的话 你后面的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 都是这个 没有源头的 因此就进入到 我下面的第二个 连续的一个环节 其实想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我的 关注当中 人类学的宗教基督教研究 其实有 更为的关注 就是信仰主体 也就是说我们对 我们对这个 宗教或者旧教的 一个研究的关怀 关注的一个切入 是从信徒那个地方来切入 而且是从信徒的生活来切入 而不是从教育来切入 当然这里 我稍微的介绍两个 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研究 也是与我的研究 可能有一些的共鸣之处的研究 一个是周月老师 他在2006年的这本书叫 《Miraculous Response》 它是研究 华北的这个民间宗教 它提出一个概念叫 多因religion 虽然它在多因religion的里边 它其实还有一个popularreligion 其实把 它是要主要研究 这种华北的民间信仰的 但是这个概念 其实是典型的一个 非常人类学的一个概念 就是强调这个信仰 或者一个宗教 它是实际上是在实践当中 然后由信仰的主体 把它呈现出来 或者说展开来的 具体的我就不展开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 最近世界宗教研究 发表了一篇 介绍周园的这个 中教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 是人民大学院位 李老师写的 觉得很清楚 也非常好 大家放去看一看 另外一个是 台湾中研院民主署的 一位老师叫黄树丽 他类似的 因为他是在密西根大学 接受的人民学训练 他有个做法叫做做教会 Doo in Church 因为我们过去 研究教会呢 你会发现更多的是 研究教会的组织 对吧 研究教会的政治 研究教会 包括研究 教会与社会 或者说与政治的关系 大概别人 但是他在 这一项关于 颠北 特别是包括我们所知道的 斯坦坎 就这一代的苗族 所谓的苗族 或者阿猫 花苗这个群体的 基督教的研究当中 其实他已经在 实践这件事 虽然他这个书还没有出来 2014年的这个博士论文 到现在他好像 我据说呢 他还仍然在做修改 希望可以早日面试 可以有更多的人读到 但总之他的概念上 也是这个做 而且是doing呢 是一个关键词 这就是进入到 我所想要强调的 在我看来 人类学的基督教研究 他如果说有什么独特的 这个独特之处 或者说他的一个 切入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对于信仰主体 实践的一个强调 这是我在08年的 本书的那个后继一边 最早可能对我个人来说 是比较早的来提出的 这个三个维度 当我们在研究基督教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个 被传讲的维度 被认知的维度 以及被实践的维度 而我想人类学的研究 其实是更多的是放在了 其实三个都需要讨论的 但是确实更多的会放在 第二个和第三个 第二个和第三个 这是从我的关怀来说 但是我这几年 倒是越来越多的 留意到说 其实社会学 其实也同样的会关注 这个所谓的实践出来的 通过行为去反观信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者宗教是怎么回事 我这两年可能更多的去 希望去讨论一个 这个perceived的问题 把这两个 这两个位置落反了 就是perceived 第二个维度在我看来 是可能人类学 更加的 就是需要去重视 或者强调的 因为他会更多的 关注普通的信徒 更多的关注 甚至是非信徒 也就是说普通信徒 你会发现 他从讲台上 所听到的信息 以及他所他以为 所听到的东西 与这个教务人员 在讲台上面 所传达的信息 你会发现 常常是 就算不是南辕北辙 至少是距离 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一个需要 留意到的一件事情 是任何一个基督徒群体 他都不是在真空当中生活 他是在一个 有更多 有其他的人的一个 一个环境当中生活 而这个环境 特别是在中国 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的周围 是一个更大的 非信徒所构成的一个群体 那他们 是怎么来 他们也会 或多或少会听到 基督教的这个传讲 有的时候 他甚至是 不得不听到 因为 如果说他的家里 有更多 有基督徒 或者说他 他就在教堂的旁边 或者怎么样 总之 他们听到 或者观察到基督徒 基督徒的行动 和基督教的教育 他会怎么来理解 怎么来认识 而我们看到 在过去一年 过去一些年当中 我自己发现说 绝大多数研究 基督教以教会 或者信徒为中心的研究 基本上是 把这一点 是给忽略掉的 而我认为 这一点其实是 同样 应当被纳入到 我们的一个考察 当然 每一项研究 肯定是有他 主要的关注 并不能面面就高 但是我想 我想要说的是 从我的阅读上来看 我觉得这方面的处理 是非常的稀缺的 另外一个 除了这个信仰主体的 这个实践以外 这就回到前面所说 这个题目里面 就提到一个关键词 Local Christianity 而且或许更准确的说 是一个复数的Christianity 当然我知道 在我比较的谨慎的 没有用复数 是因为 还是有点 这个担心说 会有人有一个误解 说在我认为说 假什么 误解我认为说 基督教不存在一个 一个基督教 这个我觉得 需要 后面还会提到这里来 我并不是那么的 一个完全解构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立场 但是我想强调的 就是前面所说的 所谓地方基督教的 这个概念 不是地方者基督教 因为我们在中文的语境里面 我们常常有一个 望文深义 一看到地方 就以为说 它是一个中央 或者说与标准的基督教 相对于那个概念 我们用local的这个概念 实际上是强调 所有的基督教形态 都是一种 地方的具体呈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所 甚至包括我们所熟悉的 拉丁或者西方教会的传统 都是一种 地方的具体呈现 那这个概念 在人类学里面 它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来源呢 当然你可以更早的话 你可以说它是一种 相对文化相对论的 这样一个传统 当然可 可以明确的可以去追踪的 大概是这两个 两个人 一个是戈尔茨在 有70年代提出所谓的 local knowledge 地方知识 地方知识 曾经被译成地方性知识 也在我看来 那也是泛了那个所谓的 地方中央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望闻生意 它这个地方知识的意思 其实强调 所有的知识 都是一种的地方知识 那与此相应的呢 Margaret Locke 这是一位做医学 人类学的一个学者 她在1990年代的时候 也提出一个叫 local biology 当然明显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Lock 那它对 它相对格尔茨来说 更进一步 它直接的把biology 加了负数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 特别是人类学的 这个医疗研究 医学研究 会比较多的 强调的一个词 叫地方生物学 它是用 最早是用于 用这个概念 去批评这种 所谓的生物医学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 生物医学 基本上被 似乎被认为说 它是一种 唯一的科学的 这种医学知识 或者说医学的体系 那Lock 他们的研究呢 就是要证明说 其实 生物医学 不过也是一种的 地方生物学 它是一种 生物学 而不应当 是唯一的 生物学 或者唯一的医学 这种概念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大概也是我过去一些年 反复用的一个概念 最比较早的 大概2012年 就在用这样的一个 十年前吧 大概在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想要说的 这也是我前面所说 今天的分享呢 部分是一种 对过往的 一个小节 也是特别的 对我看到的 最近看到的几个 新的优秀研究的 一个介绍 我希望能够借此呢 特别是把像 一些我认为说 接下来 可能会有更优秀的研究的 一些年轻人的 一些的作品呢 也推荐给更多的 读者和听众 那 这就是这里面所说的 地方教会呢 是人群由自身的体验生成 而文化本身 也是人们的实践 已经在创造 因此 地方的概念 其实是用来描述 人群的状态和属性 而非自然 或者社会的状态和属性 比如说我们说的 地理区化 行政区化 它是哪个村的 哪个县的 这种的区化 这种人群的状态和属性 恰恰是人类学 关注的对象 因而 在人类学对宗教 特别是基督教的研究当中 脱离 具体人群 形而上的叙事框架 并不是合适的选择 而地方性 应该是研究进入的一种 基本视角 这个是在 前几年的一个 未不能出版的一个 书稿当中的 一个看法 我仍然还坚持这个看法 当然这两年也在做 这种努力 就是这同样的 没有出版的书 也我估计也是 不再可能在 在目前的情境里下出版的 就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探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我们具体的这种信仰实践是怎么去去形塑我们的所谓的灵性的构成的 特别是强调这种bodyly experience 我们的祷告 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一种参与 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工作 它更是 整个身体的 比如说我们会 我们知道在祷告生活里面 我们会要求不同的教会群点 他会要求你的祷告 到底是安静的祷告 还是一种热情洋溢的祷告 你是一种带着哭腔的祷告 还是一种 还是一种 你必须要一种 这种 冷静的一种祷告 实际上你会发现 还有祷告的知识 你是坐着站着 还是跪着 还是用任何其他的方式 包括读经也是一样 甚至包括说 这两年 由一批的基督徒所推荐的 血经运动 手抄圣经运动 这些其实都很重要的一些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性的参与 以至于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它不仅仅再只是一个动作 而这个动作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意味 也是与我们的灵性的构造 是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系列的研究 可能都是 包括这两年 在做一点朝圣的研究 那这些研究都试图去 去关注说 我在这说是普通信徒 和他的日常生活 和自己的生活里边的一些动作 我们从 而且身体性的动作 我们就从这种的观念 落实到 或者说 你不能说下降的 是落实到 他们的生活里边的具体的动作 包括 包括说 其实我一直想做 但是没有 目前还没有展开的 就是 关于饭前祷告的这件事情 到底饭前祷告 是多严格 或者说用了哪些的方式 我们知道有的教会的传统当中 他的饭前祷告 有一些固定的诗歌 或者说很短的一种 一起的这种共诵的一种形式 还是 有某个家里的某一个权威的人物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 或者他们指定了一个人 然后来进行的一个带导 其实这些的行为 这些动作本身是有意义的 而不仅仅是 在 比如说讲台当中 一个牧师说 我们应该如何做 你们应当如何做 做一个基督徒 你要是一个所谓好的基督徒 你应该做些什么 其实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这些 才是 我们特别是人类学者 去研究基督教的时候 可能关心的一些的基本问题 今天因为有技术问题 所以我都把不准 到底讲了多少 好 我觉得 稍微说一说 前面讲的这些 其实 回应到最开始的这个问题 我想要说 无论是以 中国文化 还是以基督教为 本 就是说为这个落脚点 或者为立场的这种 洁癖 其实在我看来 都是一种理想状态 都是一种对文化进行 本质主义化 或者静态化处理的结果 因为事实上 在我看来 从来不存在一个 静态的中国文化 也从来不存在一个 一些人想当人的 纯粹的基督教 虽然我当然认可说 我们可以去分辨一些 所谓的中国文化的要点 说这个是我们主要的特点 也可以梳理出 所谓的我们最核心的 基督教要义 但这也是 并不意味着 有一个 我们所能把握的标准盘本 就好像我们今天 在2000年以后 有一些人在做的一个事 就是重新去 进行一个所谓 孔子标准项的一个确定 据说他们已经都搞定了 但问题是 这种搞定 是真的是孔子的标准项吗 还是不过 我们今天的某种的权威性的 一种的声称和主张和表达 因此在我看来 与其仅靠 思辨和演绎 推导出一种 理想性的基督教 更为切实的 或许在于在一个具体的地方 具体的人群中 去观察一个实践中的 基督教或者基督徒的群体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地方基督教不是一个研究单位 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误解 以为说地方基督教 是一种单位 或者说研究的区域 比如说河南的 云南的 或者是西北的 或者是哪儿的 不是的 在我看来 它更主要的是一个研究进入 这就回到前面所说的 那个意囊 为什么要如此的强调 地方基督教这个概念 而日常 另外一个关键词 日常伦理的意义 其实就在于 对它的关注在于说 在具体处境下的理解和行动 是真实的纠结和冲突 而不是应当如何 我们大概可能听得太多了 应当怎么样 但其实我们知道世界 我们的真实的生活 世界常常是 就是说反其道而行之的 我们天天被打耳光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以为应该如何 其实你会发现 常常是事与愿违的 但是这不等于说 对伦理深入的深入观察 对于理解规范性的伦理 没有意义 我在这里 再次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们 我不是在反对 或者说 否定有一个规范性的伦理的 一个可能性 而是 而是想要说 这个有助于我们反省 我们所谓的道德规范 是否真如其秩序的那样 乃是正当的 甚至是唯一正确 因此正是在普通基督徒的 日常生活和伦理纠结里边 地方基督教才得以真正生成 或者说得以真正落地 生根成长 而不只是停留在概念的推演 和教育的争吵 要知道 特别是我在看 读早些基督教历史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们的活力和拓展 不是先有神学上的证明 而是在基督徒 具体的基督徒生活和群体 见证的过程中 神学是由教会 当然特别是尤其领袖 实践和表述出来 当然它有一个表述的过程 这不是 当然 千万不是说 要看低神学和教育的重要性 而是说神学不仅仅是概念 而是在具体文化处境中 对信仰的表述 信仰也不等同一教育 而是在生活中的活出 那教会 更不是一个与世格局的团体 而是在一个打引号的 社会中的生命共同体 我去年的时候 帮一位优秀的年轻学者 徐松战的一本书 写了一个推荐语 在这本书的 这本书也是蛮精神 我也是高度推荐 那 我在这个推荐语当中这么说 他汉语声学之说 从1990年代中期提出的以来 研究的成果相当好观 可以说芳心为爱 我们都知道汉语 刀锋山是这个整个运动的 应该说最主要的 这个推动者 那汉语基督教的本土实践 就试图进一步将 主要对文本 使用学历史的关注 推荐到对当下 对具体的地方 对实际的生活的体察 实人与因人之间 寻找新的可能性 那汉语占美诗 因为这是这本 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一种新的可能性 因为这种体察 不是单单将基督教和基督徒 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而是将研究者 自己作为其中一员 来展开讨论 而这就内在要求 这还是一种 他我之间的参与式的研究 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之间 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 两种之间 实人与因人之间 还有研究者 与所谓的被研究者的 他我之间 重点是这种 带着自身痛感的研究 才是具有生命力和冲击力的 一个研究 我还是多说两句 关于汉语占美诗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在教会当中 实际上对 所谓的汉语占美诗 这里主要是指的 就是以小敏为代表的 这种 就是所谓的 本土占美诗的一些努力 因为我知道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当然会认为 有的当然是 把它提的很高 认为说这个是 就种种提法 我就不说了 还有一些呢 当然是非常反对 觉得说 这些的赞美诗都不好 因为他与我们所熟悉的 或者说想象当中的 基督教赞美诗的 那种的 那种的风格和韵味 是相合的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两种的看法都 我自己觉得都 都有点过 就是 而在我看来 它就是一种的基督徒和 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的一种信仰上的一种的实践和尝试 那在这个页上来讲 它是意义重大的 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一定要上升成为说最伟大的赞美诗 也没有必要把它 否定成为说 最没有 完全没有价值的这种赞美诗 甚至是反赞美诗 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些说法 认为说 小敏的这些诗歌 或者说这种 这种民间调子的这种诗歌 是反 教会反神学的 那 无论哪一种 在我看来都是 都是 过于 过于的严苛 过于的严苛 最后一张PVT 回到最初的问题和关怀 就是前面所说的三个问题 三个 一个问题 两个关怀 那什么样的改变 可以说是基督教所带来的更新呢 那一种有意义的更新 不一定是结构性的突然断裂 或者某种既有标准或模板的 比如说韦博士 而可以是一种缓慢的 但却是 可以觉察到的过程 它可以缓慢 但是可以觉察 对此需要有的是人类和盼望 那第二点 什么是基督教问题 这是 这三点是我 目前为止 对这几个问题的 一些一点的思考 因此是非常的粗糙 但是我觉得还是 借这个 机会呢 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那什么是基督教 在我看来并没有一种历史性的 基督教样式 称得上是标准的和唯一的基督教 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拉丁教会传统 也不过是一种地方基督教 按照我前面的地方基督教定义的话 那正如历史上的东方教会 当代的亚洲教会和中国教会一样 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地方基督教 当然再次的说 这不是否认信仰的大公信 主要的是要想要去 对那种任何的 简单的自我宣称 哇这就是标准的 或者最好的基督教形式 表示怀疑 其实是 那第三 随时基督徒 我也还是想说 既不是曾经有过的那种教会权威 就可以完成了认定 就是说 我说你是 你就是 说你不是就不是 无论是这个权威的表达 是一个所谓的机构性的表达 还是某个人的表达 甚至比如说我们说历史上的教宗 似乎就有这种权利 那我认为这是过于简单化 虽然说直到当今 虽然这种的努力 或者这种尝试 其实不是说只有历史上 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教会 试图在复制这种权威 但我还是想要说 也不是现代个人自觉式的自我认定 我们新教 中教改革以来的 这一个 一个问题在哪儿了 过于强调说 自我的决定 各位有没有想 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些的这个 比如说宣教的方式 是最后有一个所谓的决志的祷告 似乎这个决志 是一种的决定式的东西 甚至它是一个 是一个会产生一个突然的 一个断裂式的一个东西 因此带来一个前和后的 一个绝对的一个变化 我不否认 在一些人的身上确实如此 但是当就发生了 这种的前后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确实是有的 而且我相信也不少这种情况 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放于 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准 第二我们把这种的一个人 是否作为旧徒都落实到这个人自己的自觉 那在我看来 其实就已经非常有问题了 因为这实际上到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所谓的种种的 这种个人主义的 甚至不仅仅是个人主义 然后走向个体主义 以及私人化的信仰 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信仰变成是一种 纯粹私人的一件事 而忘掉信仰 其实至少在我所看到的早期教会当中 被人被称为基督徒是这些人在 这些当初的这个耶稣的这个门徒 他们在安提阿 作为一个群体 然后被共同的称为跟随基督的人 因此他们被称为基督徒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是一个 它是第一是群体 第二是一个被人所定义的 也就是说 它是在一个与其他群体的 一个互动当中 在一种社会性的交往当中 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 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既不是教会权威可以完成的认定 也不是我们今天 这种过分强调 个人自觉能力 或者自觉权力的 甚至是那种自我认定 而是要将这个主权 是要交还给那位主权者 虽然我刚强调说 早期基督徒的这种称呼 是在一种社会交往当中形成 但我觉得最终决定的 其实也不是其他的人 而是那位主权者 当然我知道 这样一来 其实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 就是它会产生一种 强烈的不确定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论是教会权威的 这个认定 还是个人自觉式的这种的确认 它都有某种的 它其实都是某种的简化式的 一种确定性的一种表达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听教会权威就好了 我们有一套的守则 对吧 我们有一套的程序 我们有最后权威的人物 来说点事就事 说点故事就事 那我们觉得这个不太靠谱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 那我自己来决定 因为最可靠的还是我自己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马列大高斯的 有一句话 或者说有一个观点 他认为说现代人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幻觉 就是你以为你是自由的 你以为你是自主的做决定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说虽然这样一来 它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 因为既然教会权威不能够确定 虽然自我 个人的自觉式的这个自我认定 也不能够来简单的认定 那 认定呢 怎么才能认定呢 所以他这次确实 有一种强烈不确定 而且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人不舒服 而且我想说正是因为这种的 会让人不舒服的不确定性 是让我们去 这种的 这种的回收给个人的 只有自己的自主 但是我想要说 其实这个是才是真实的信心 而且这才是真实的信心的 实在的表达 最后这一点 我觉得可能说的有点多 而且比较粗糙 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超出了 就是我自己所在的人类学 作为一个学科的领域 而更像是一个 个人性的一些的反思 就是说不再是一种 纯研究性的一种反思 而是一种更加深层的 对于我个人的关怀上的一些的反思 好 谢谢黄老师的分享 非常精彩的 那我又有很多新的收获 那我接下来就来做一些回应 那么我在回应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一些问题 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 那么我们待会可以请黄老师 对大家回答 我不敢说 我能回应什么 那么我一直是受惠于黄老师的 地方基督教研究很多了 那么其实我也是黄老师的学生辈了 那么每次听他讲地方基督教 我都有非常多的收获 也有很多的启发 那黄老师说 我没有把我的PPT发给他 那我也说 我一直很不好意思 不敢 我就像一个学生 不敢把作业发给老师来请教一样 那我现在就只来讲一些 我就讲一些我自己的感想 我只能说我讲我知道的 以及我想请教的 然后就黄老师分享他一些感想 那么我看了黄老师发给我的PPT 以及听了他的分享之后 我脑子里蹦出一句感想 就是哇 人类学的地方基督教研究何以可能 这么来的 它会何以取境 何以进入 那么黄老师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跟我们讲了 他的我们说地方基督教 他怎么理解的地方基督教 那我也在用这个概念在做研究 在做这个研究地方基督教 我也去观察人家会怎么用这个地方基督教 那黄老师他所谈的这个地方基督教 带有很浓的一个人类学色彩 那待会我也给请教一下 黄老师您谈的何种的地方基督教 那我大致梳理一下 我是觉得 我们的已有的这个地方基督教研究呢 大致会有这么三种的一个进入 第一种是全球化的这种地方基督教的一种研究 我想这个非常核心的体现呢 最早的一本研究呢 可能是在这个编辑的共融这本文集 这本文集当中 那么我的研究之初也是受这本文集 有蛮大的一个影响 我就觉得 他当时在一个全球化社会学 以及我们说人类学 对于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反思的一个背景下 来提出来的 就谈到全球地方化 跟全球化不单单是一个我们说西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它不是一个 它里面有一个全球的地方化 以及地方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互动 在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论说的背景在背后 所以在像我的老师 李向平老师 还有黄建博老师 都参与到这本文集的写作当中 我在里面就看到感觉是 来自全球的或者说西方的基督教 跟中国的地方的这种宗教要素的混融 生成为一种中国的地方基督教 这好像是比较早的一个地方基督教的一个来源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研究视角 在历史学当中是有的 一直是存在的 我们说像是丹利斯贝尔所谈的 基督教在中国 到变为中国的基督教的这么一个变 转变的一个过程 当然还有其他学科 以及我看其他些学者 他也会再用这样的一种立场 全球化的地方基督教的这么一个视角 来看中国的基督教 会在东方跟西方之间 中国跟西方全球之间进行比照跟互动 很可惜我看 好像参与这些研究 地方基督教研究的学者 好像只有黄建博老师 一直还在做地方基督教 好多学者好像不再用这个概念来写论文了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第二个呢 黄老师刚刚已经讲到了 就是说一个地方基督教的一个视角 是格尔茨所启发的 就是这种地方知识的 地方社会的地方基督教 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基督教 我感觉就黄老师过去的文章当中写 他说地方性是什么 地方性是地理意义 文化性与文化场景性 所以可能黄老师对于您所理解的 地方基督教也在不断地变 您过去谈的还是会谈到这种地理意义的 而且我记得您曾经下过一个定义 地方基督教是什么呢 地方基督教是某个教会传统 然后嵌入在地方文化当中 然后由基督徒主动构建的 一种基督教文化形态 这个挺有趣的 我当时还引用了这个概念 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关于一个地方基督徒信仰方式的问题 黄老师还在这变动 在变动这样一个趋劲 还有呢 就是既然是人类学的 从地方知识 从地方社会出发 这么多地方基督教研究 他总是会有这么一个 人类学本体的一个关怀 那么人类学像格尔茨 我们说好像我感觉一些 地方基督教研究 他会从地方基督教探学 一些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 因为格尔茨所说 人类地方性知识是真的知识 是真实的知识 那么同时呢 也是试图从小地方 看大社会的这么一种取向 甚至呢 我们说要从地方基督教的 来讨论人类学的一般性知识 中国的地方基督教 能够给人类学的一般性知识 提供些什么 这个可能是我们做基督教 经验研究 不管宗教社会学 还是基督教人类学 可能都要去思考的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第二点 第三个呢 我说可能是在于 基督教研究本身 神学研究本身 他本身所谈的这种 在地化的地方基督教 这是这么一种的 在地化的地方基督教 因为其实在我们教会的 神学的研究当中 不管是宗教经典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论述啊 像奥古斯丁的所谈的 这种有形的教会 无形教会 有形教会 改革中所谈的地方堂会 是非常重视地方堂会现实 还有我们说 尼托森所谈的地方教会 以及地方基督徒聚会处 这个他成为他的一个运动 他的一个本土运动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构成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里面实际上 他是一个天人关系 神人关系的一个互动 是神上帝某一个信仰 到一个具体的地方 他可能超越了全球跟 全球跟中国 他可能超越了地方性知识 他形成了直接形成 天人的一个互动 这么一种可能 所以他是一个零的自由运行 到一个教会秩序的生成 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像J.B.Russell所讲的 他也可以摆回去 从教会秩序生成 回到零的自由运行 他不断地在进行天人互动 这也使得信仰的本真性 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真的信仰 所以有很多 我们黄老师刚刚前面讲 我有些宗派他要求你觉知 他要求你回转归向 他说是要一系列的标准 你如何回转归向 你是什么样的确信的 那么当然这也让人发现 教会有些不可爱的地方 他是罪人的学校 对吧 那么这个基督徒可能是罪人 不管是我们说 Joe Robbins所讲的 这个成为罪人 以及张奇克所讲的 这个最深诚意 他是罪人 他有个主体在那边 他有个主体那边 所以我们说 这样的在地化的地方基督徒教 他是在被认知 被实践于被传讲的张力章当中呈现 那么我们 当然好像在 我不知道在宣教学 在神学当中 实践神学当中 在这方面也就多不多 那我们宗教社会学 或者基督徒教人类学 他会去看地方上的一些 相关这些秩序的生成 以及说信仰的本身性 我们会找出一些问题 找到一些看法 所以以至于我们基督徒教人类学 跟宗教社会 显得不太可爱 教会不太欢迎 我们老是找问题 老是找问题 所以教会很欢迎神学研究 我们历史学研究 文学研究 但是你们这群人来 好像是来找本真性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说 这样的地方基督教研究 人类学基督教研究 它能够提供很多的可能性 我一直认为 中国教会的问题 但中国社会的问题 不仅仅在于神学 历史问题 文学问题 也在于社会 文化和人的问题 这是可能中国教会 它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以地方基督教 这样的概念来提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能够以社会科学视角 来超越基督教民间化的 这种粗糙的直观的论断 曾经在宗教社会学 刚刚起步的时候 这个论断是非常的流行的 就基督教跟民间化 所以我去观察的时候 确实基督教有些民间信仰的表征方式 但是基督教跟民间信仰没交往 它没交往 他们是互相排斥的 我们怎么可以说它是民间化呢 怎么可以说它是民间化呢 它可能这些人过去的人 是实践过民间信仰的一群人 但是你这么可以谈它是民间化 所以它在论断上比较粗糙 但是中国地方基督教 在某个地方社会 地方知识当中所生成的基督徒 那么我们可以形成的提供 中国的基督教的这种社会形态 和实践的逻辑 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能 还有我们这样的地方基督教研究 它能够摆脱基督教经验性的研究 已有的很多问题 就是它常常是既没有宗教 又没有社会学人类学的困境 这也是我说宗教社会学 跟可能跟宗教 真的宗教人类学会好一点 宗教社会学是尤其明显的 在社会学的大学课当中 社会学会觉得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宗教研究 那么在宗教 在宗教学研究当中 你会觉得 他会觉得你在做社会学的研究 所以我们就非常尴尬 因为你的宗教你谈得不错 那么在社会学看来 你这样的研究不够社会学 你在讨论的是什么 你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你讨论方法是什么 那么这是我们说 你地方基督教研究 他可能试图去摆脱 这两者的一个问题 在两个方面 两个抓手 齐头并进 去把它抓 去推进 那么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优势 它在于找到了主体性 我看黄老师PPT 一听您讲的一个过程 我感觉您找到了主体性 超越了我们社会学的 建教不建人 社会学很多时候谈的组织 地方 超越建教不建人 而且我们看到了普通的信徒 我们前面我们黄老师说假的 这样子 不单单我们看中心的人 我们看边缘的人 以及人类学 他能够提供一些文化反思 教目的光环 那么每次听黄老师的分享 他不单单是有人类学的一些 洞见在里面 我也能感觉到他背后的 一系列的 对于教会的 这方面的一些的提点 那么这也是文化反思 能够提供的 但是困难的就在于 地负担 地方基督教研究 如何既有宗教 他可能是实践神学 或者其他的神学的问题 又有社会学 人类学 这样的人类学的知识 那么社会学的一般性的讨论 如何获得 如何能同时推进 同时又见到真实的基督徒 在教目关怀之下的 这种信仰的 本真性的 这么一种基督徒 这是他的一个难点 那么黄老师给我的 他的呈现给我感觉是 提供了一种 地方基督教的新思考 跟新可能 他好像已经超越了 我上面所谈到的三种进入 三种进入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要提出一种 新的基督教 地方基督教研究进入 或者您本身 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您有没有一种心路历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在这方面再多谈 您是择其一 或者是超越或综合以往呢 特别是您的定义 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他说您说地方社会 地方教会是由人群 自身的体验构成 而且文化本身 也是人们的实践 以及再创造 他说因此 地方的概念 其实是用来描述 人群的状态和属性 而非自然的 或社会的状态或属性 超越了团球化 超越了地方知识的 它本身一个状态 那么不知道 我看到这个概念 我就想到 唯明论唯实论 这个背后 我们说 以及它是涌现出 什么新的东西吗 新的教会吗 是涌现出新的教会吗 新的地方基督教吗 到基督教我们是不要反思 同时呢 我也在想 我们如果把地方感给取消之后 段一夫他自己也讲了 他说 现代的社会 是一种地方感消失的社会 那么地方感消失之后 个体化之后的基督教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 张杰哥的研究 它是带有蛮强的 个体化的色彩 它可能不单单是 我们说 嵌入在地方当中的基督教 它是超越了这样的 它是个体化的一种研究 超越了地方的这么一种 它是跳脱出 温宗的基督教 它才能够写出 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么 这也 我们说 这样的一个个体化之后的基督教 让地方基督教研究如何可能 那么存在一种 超越地方感的地方基督教 这是我们好像黄老师要去进步的来 推进这个取境 第二呢 可能是我看您的一个标题 以及您在陈述张杰克的论述 张杰克的论述给我一些感想 但是您后面的讨论 我觉得已经完全超越了这种伦理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为何是日常伦理 我们说做基督教人类学 为什么是日常伦理 从这个角度去切它 那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灵 在谈一个灵 不管我们说到后面 我们说朝圣 还有其他的一些祷告 其实里面还是有伦理的成分在里面 为什么是日常伦理 基督教人类学 它为什么到这个阶段 它会在日常伦理当中去纠结它 那么我想问就是说 是不是想以伦理来切入做宗教的实践 基督教实践的一个基督教 那么我也看了周越的做宗教 以及我们说岳永毅老师写的那篇文章 大型文献中述 几乎把所有的关于周越老师的 引用的 用到的 全部中述了一遍 写的还是蛮精彩的 还蛮过瘾 我看到之后 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 做宗教 它是一个主体性的研究 它是主体性的研究 它是回到人的主体性 宗教徒的主体性 同时它是一个非常解构性的研究 它是非常有后现代视角的这种 解构性的研究 因为它超越了我们说中国的宗教概念 它超越了西方的宗教概念 它回到做宗教本身来 做宗教本身来 那么同时 它这样的解构 它又是很接近德里达意义上的这种解构 因为德里达意义上的这种解构 它是建构性的解构 结构之后是要建构性的 它的做宗教是建构了某种 非常具有主体性的宗教研究 而且这个宗教这样的一种主体性 是交给天野中的受访者 蛮后现代的 所以我们的伦理研究 能够为地方基督教研究建构些什么 伦理研究能够为地方基督教研究 来建构一些什么 我们中国的地方基督研究 能建构一些什么 还有呢 伦理研究能为中国的地方基督教 研究共一些些什么新的知识和激情吗 这也是我所关心的 那么黄老师他谈到人类学的伦理转向 当时好像你没有展开 我们说你一笔带过没有转开 因为我跟黄老师学交流 黄老师学生有些交流 以及我也在看一些人类学作品 因为我感觉 好像确实相有非常明显的人类学的 一个伦理学的转向 同时你会看到 推动这样的伦理转向 有一批是做基督教人类学的学人 Joe Robbins 还有说Web King 对 他们也在参与在其中 参与在其中 来推动这样的转向 而且好像在西方社会 基督教人类学有点衰退了 但伦理人类学在往上走 也是他们这群人在干的 在做的研究 这里面有一种残结在里面 基督教人类学跟伦理人类学 在残结在一起 那么这也意味着 基督教人类学里面 可能能够为伦理人类学转向 伦理人类学提供 某一种新的思考跟可能 新的知识 或者新的激情 那么这样的伦理转向 也是在于对于人类学的研究 慧暗人类学的一个反思 看了奥特纳的一篇研究 那个巨型文献中书 也是巨型文献中书 他过段时间就写文献中书 他谈到80年代以来 我们有个慧暗人类学 人类学就是慧暗人类学的意思 受伏科范式的影响 权力范式的影响 很多都是看到非常阴暗面 或者是其他的 还有其他参与者 好像我们试图是以善的人类学 来超越慧暗人类学 但是我们这样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地方基本研究 伦理的介入 是不是也是想要提供 某一种善的人类学研究 反正我每次听黄老师的分享 看黄老师文章 我是能够感到一种善的力量 在其中 你不敢使有人类学 还有善的力量在其中来观照 但是呢 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 善的人类学研究 比如张继克这篇研究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他谈的时候 他好像在观照之前 还是会先找到会案 还是教会不喜欢的东西 你找到了很多会案 指出我的会案 那么这两者如何纠结 如何可能 那么这个新的知识 新的激情如何生长出来 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何种意义上的伦理 何种意义上 以及我们说如何来更新 中国的一个伦理 那么我们说Web King 他对于伦理的一个定义 可能是蛮多学者在用的 就是谈到我们说他觉得道德跟伦理 他是有差异的 就是道德是围绕义务展开的 伦理是关乎整体的生活的 我不知道黄老师不在这个意义上来 使用这个伦理 或者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取景 那么他就觉得伦理是社会性 伦理是社会性 那么像梁树明他也讲到 我们说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 是伦理关系本位 那么这样的伦理 这样的关系本位 他不单单是我们说 轴理关系 乡村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他把人跟神的关系 也是进行伦理处理 也是伦理处理 所以我们说 不单基督徒看到自己的罪 看到人跟神的关系 可是在这个温州教会 温州社会当中 普通的人 他也会跟某种作祟的力量 在进行处理 处理关系 跟某种禁忌在处理关系 是用满生的巫术的思维的 巫术的思维在其中 所以这样的基督教 好像某种 嵌入在这样的伦理社会当中 伦理的社会当中 那么这样的一种可能 好像张奇克那些研究 我感觉是这种嵌入性的 或者说 这种过去那种实践者 到基督教研究当中 到基督教里面 成为那样的一种 伦理性的实践者 所以 以至于基督教 他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什么 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伦理什么 并没有带来某种危害 但是基督教 他还是会提供更新 但是他要看得长 他会 他会有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开显出来 基督教特质 他总是会不断自己彰显出来 他会彰显 这就是基督教充满魅力的一个地方 那么 我们这样的基督教 他如何提供更新的这种可能 那么在温州这样的社会当中 他弥赛亚的 彼岸的期盼 也被现实化 被伦理化 好像我们看到是那种塑造 依然是还是挣扎的那种 乡里的圣人 挣扎那种乡里的圣人 因为那样的人 他就是伦理的一个个体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 我说一个感受 一些问题 黄老师能回应 可以做一些回应 那么这个我也有个感想 就是说 我看到黄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 基督教的实证研究 其实算是我们已有的 我们几种汉语 就在研究的一个取向 可以说 兴起比较晚的一个路径 可以兴起比较晚的路径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年轻人 参与到里面 会有很多的 我们说一些大胆的观点 呈现出来 抛出来 跟大家 供大家来讨论 那么 所以 在我们 在黄老师的论述当中 我也看到 黄老师会非常的提醒 年轻人 也跟年轻人进行讨论 比如说张杰克 还有我们说许宋战 这样的进行讨论 但是 我们说这个朝气蓬勃领域 也感觉到 遇到了寒意真正 寒意真正的一个感觉 你看 我在听的时候 我感觉 黄老师 好几本书稿都写着 已经写完了 未出版 未出版 所以我们也期盼 这个领域能够尽快迎来 春天 或者有更多的 朝气蓬勃的一个可能性 我讲的并不是很专业 我尽情批评指正 你知道我简要回应一下吗 可以 简要回应吧 对 因为你提到问题都其实蛮大的 我觉得要 有几点其实是值得去 进一步展开 甚至可以写至少一篇 或者两篇的长文章 才能回答问题 抱歉 我简单回应一下 第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我在哪个意义上 用地方基督教这个概念 首先我想要说 第一下定义都是危险的 其实是 因为下定义意味着说 其实是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 这个限制也是 因为定义的意思就是你得限制自己 但是我们的研究 或者我们的观察到的这个现象 我们的经验世界 其实常常是 它会跳脱出我们的限制的 我们的定义 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的限制它 所以以至于呢 就是说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下定义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你我那个定义 你才能 至少是一个工作性的定义 才能够去进行讨论和描述 所以就会看到这种的 有的时候一个定义和现象之间 或者概念 理论与事实之间 它实际上是并不完全 完全对等 或者是说一一可以 可以框定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 这是给自己做辩护 其实我想要说的第一点 就是谢谢云泽 在梳理了一下这个过程之后 我发现其实 这三种的定义 我大概都曾经用过 那 当然我对这几种 其实都是有一种的反思的使用 如果说你一定要说 我现在的理解呢 就像你所看到的 其实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而这个变化过程 在我看来 其实是我并不以此为 就是说好像是一个问题 因为就是有人会觉得说 你那你下一个定义 你就永远不要动了 在我看来定义其实是一种的工作性的 它是随着你的研究 你的观察 你的思考 然后要去进行调整的 所以我反倒对那种 就一辈子不改变观点的这种学者 或者说这种研究 我是比较害怕的 也就是说70岁80岁 它其实还在重复二三十岁的东西 努力用接下来50年的时间 或者几十年的时间 论证当年年轻的时候 是如何的这个叫什么天重奇才 突然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真理 而在我看来 这正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 对象你说 无论你最早的时候 确实我和吴老师 李老师我们一起合作 写那个全球化的 主要是在全球化的这个背景当中 讨论地方 这个确实 但是我确实也 由于我自己的人力学的背景 我大概会比较多的感觉到 我可能对那个话题 实际上是有一些的 怎么说 有一些的抵抗 而更多的愿意用第二个层面上的 那当然说 第三个层面 其实也曾经谈过 就是两年前 我帮道锋写过一篇 这种叫什么 就是导论性的文章 就是上帝之城 及其地方性呈现 其实是大概 会是落在你所分辨的第三种类型 就是说 基督教的这个 所谓的虚的形态 它如果落实在具体的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这三个分辨是 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说我现在更倾向于哪一个 我自己是这样的 总的来讲是 是往越来越往 从第二或者第三 然后再摇摆 或者说再往这个方面去进行中和 那这种中和 是不是成功 或者说已经就建立起来 我觉得还没有 在进行这种努力 就是试图在这种的描述 就既关注到 它确实有一个全球和地方的过程 这是从全球化的角度 但是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更多的想要讨论的是说 一群人 他在一个具体的地方 他是如何去回应 或者理解他所领受的那种 所谓的 无论是上帝之城 还是说其他的一个讲法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维度 其实都涉及的 这是我目前为止的一个想法 所以如果我继续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继续来思考这个问题 和继续的去往下想 然后但是我觉得谢谢你 给我的这种的回应 和提出的一些的问题 因为这些回应和问题 其实是可以帮自己 去更好的去做一些整理了 我先简单说这么几句吧 好的 谢谢黄老师的回应 我们后续可以再进一步的 来交流来互动 那么现在呢 我们接下来把一些时间开放 给听众 给听众 我们有些 我看到留言区呢 也有一些听众来提了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几个问题都特别长 那我们来挑个一两个来谈谈 来听 来听听黄老师的一个看法 好吗 那么第一个问题 我们说 这个听众他说 不说拒绝摒弃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 只需要看不起他 轻视他 不把他当回事 认为他无所谓 这不才最符合保罗的神学 那么他说 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根本嘛 你生下来是犹太人 希腊人 已经不再重要 你是不是中国人 已经不太重要 基督教刚刚出现的时候 他的核心就是一种 否定性的信仰主义 而且他不是任何文化 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证的选项 这才是他不同于任何古代族群信仰 包括犹太教的本质 不是说脱下中国人的衣服 穿上基督徒的衣服吗 内心里还是个地道的中国人 而是说穿着中国人或者任何族群的衣服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不再觉得这身衣服有什么重要的 重要的反而是内心行过隔离 凭借对自身的否定性达到比普世性 这才是基督教的革命本质 黄老师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关于他的一个评述 这问题我觉得是蛮好的 真的蛮好 而且就是说其实它既是一种学理性的讨论 也可以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可以是落入一种的 转为一种的教务性的探讨 这套事 我在很大程度上我同意你说的 就是说如果基督教他是真的 或者说一个 就是说基督教真的如同他所宣称的是一种的 绝对性的一个信仰 他应当是如此 而且他确实会 可以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保罗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从事也要看到两点吧 我简单回应一下 第一个需要回到保罗 比如说我们回到除了前面你所引用的这些例子和这个经文以外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看看保罗在亚流八股当中的一个一个辩论 在这个辩论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确实 他似乎看起来他是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可是他是在他原来的脉络当中所带入的 所以在这个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不是一个决然历然决然的一个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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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取代式的一个东西 而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还是为什么愿意用这个transformation而不是在用一种replacement 第二个层面呢我是想说其实您所谈的这种情况更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的理想的形态 就是我所说的是一种ideal的一个一个状态 我们真实的生活处境历史历代来讲 无论是在初期教会还是我们今天的中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以至于呢由于我们带着这种的想象 你会发现种种的努力所谓的会回到起初 其实都是回到我们想象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历史性的样态 也就是说呢我们用一种假设的一种的 一种的起初或者说标准的样态来作为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 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 反倒可能会有带来新的危险和问题 但是我想在这里呢 就是说至少我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个问题 我就和一并的算是做一个回应 因为这位朋友他说 他说这个他注意到 探讨基督教在这个空间下的伦理 用生长一次来观察它的变化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种改变是否足够 第二个这种改变是否算数 我觉得非常好 第一肯定不足够 第二个也不是算数不算数 我是觉得这个不好说 但是肯定是不足够的 就像我刚刚说这是一个开始 充其量只是一个开始 第二呢就是说它是不是所有的变就是好的或者可喜的 这就是我刚刚其实用了那个我母亲种丝瓜南瓜的那个笔 当它这个丝瓜南瓜的种子然后种下来然后给它施肥给它浇水 然后可以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是需要去给它喂养它的你是需要帮它来牵藤的 你如果不做这些工作你会发现最后你根本吃不着瓜的 你不可能也更不可能开出花或者说然后有下一代的瓜对吧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我所谈的其实还是一种的所谓的叫叫最低限度 更如果回应到前面的那位朋友所说的 我是想要谈的是一种在真实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实际出现的情况 那因此呢当然这位我觉得他下面的问题是更好的 就是说他说这个这个他认为说他认为说我似乎赞同一种相对的取向 而不赞同一种规范性的取向 我知道你的这个这个意思 其实我想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要我要做一点点回应 我可能在我的表述当中让你会觉得说 我是在采取一种相对甚至相对主义的一种的立场 我必须要说我是更多的强调是一种多样的一种态度 而不是相对或者相对主义的态度 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承认我是具有一种的critical的一种态度 也就是说对已有的任何的简单的生存的一种一种的怀疑 可是我不是那种的纯粹结构性的说不存在在哪个东西的一种怀疑 或者是说因此呢好像只有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他说是可以的就是好的 就像你前面所说只要任何的变化就是一个可喜的是是一个善的或者好的一个变化不是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绝对不是那种 就是我们说有影响现代很深的这种唯明论意义上的这种好像不存在一个实而只有名 只有各种的 那么我们说我们说这个黄老师他的一个基督教呢 他是一个生成过程当中的 我们说他会在一个相对跟绝对之间不断的一个互动来进步来生长 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基督教呢 他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演变在变动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生活的变化 那么黄老师观点也在不断的变化 像一个这个听众我们崔先生或者崔女士他所说的 我说不断的来不断的成长 那么不断的来不断的来更新 那么也相信呢这样的这方面呢 我们说人类学呢 像这位另外一个听众所说的 对于我们这个基督教研究也会有做出一个更大的一个贡献 对于不管是对于信仰的知识以及教义 都会有一些的一些的我们所相关的一个推动 那么好啊 那么我们那么谢谢我们黄老师的一个分享 那么我们待会儿来再看他来再来加入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些相关要补充的 那么我这里呢 也可以先就一些我们说一些相关经济下一步的 我们所研究所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工作呢 来进步向大家来介绍 我们说我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研究所的网站 你会发现我们说这个网站呢 有大量可用的学术资源 例如道芬学刊全文 那么网上的一个讲座回放 已经上载到我们的研究所的一个网页 那么还有呢 我们研究所的微信的一个公众号 汉语SCT 那么以获得本所相关的 我们这个研究论文以及学术的消息 那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可以进行搜索 汉语SCT 或者我们扫描我们这上面的二维码 就可以关注 那么我们研究所呢 有Facebook 我们可以获得最新的活动 出版学术文章等等的一个资料 还有呢 我们研究所呢 也有我们这个YouTube的一个主页 那么我们可以在上面获得较早的 讲座重温的一个回放 那么例如一些特邀教授讲座系列 以及我们说经典的导读讲座系列 这方面的一个讲座 那接着呢 我还有一个接下来的两讲的一个讲座的 一个预告 那么我们在10月8号 我们说也是一个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半 会有一个讲座是关于荒漠于天梯 东正教灵修传统 讲者呢 是我们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教授张百春 他早年呢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 获得我们的哲学学位 是国内东正教研究领域的一个资深专家 我相信能够为大家带来诸多内部性深度的一个解读 我想东正教可能是相关研究 我们以及我们说教会界 可能了解相对薄弱的一个领域 那么主持以及回应呢 是我们的陈玉芬研究员 是来自于加拿大学宗教研究所的 那么12月2号呢 周五是下午的10点 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 另外一个讲座呢 是一个关于一个基督教宗教伦理的栽种和平 一个基督教宗教伦理的倡议 讲者呢 是郭伟廉老师 是香港晋慧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的副教授 那么郭老师呢 是一位很有现实关怀的神学人 我想在这个世俗时代 我们又处在一个二战以来 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上 那么基督教伦理呢 这个角度来的探讨和平的问题 我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那么届时的主持及回应呢 是谢志斌教授 来自同志大学学系的教授 那么黄老师 您回来了 您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没有 我如果只加一句吧 就是我其实刚刚想要说的呢 就是说 可能我的表述当中也许不准确啊 给各位留下一些误解 但是而且我确切就是可能有比较强的 这个critical的 或者说比较批判性的一些的说法 或者说 我也不否认我有这种的倾向 但是我再次说 我不认为说我是相对主义的 我也不认为说我是这种 就是只强调这个表述 或者是说只要你 你觉得有道理就有道理 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我是非常的 应该说 彻头彻尾的 叫什么realism的 就是说强调是一定是有一个实在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你一定说我是critical呢 大概你可以说我是critical realist 而不是我们今天 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的 在后现代意义上的 那个简单的critical 但是呢 我同时确实是不是那种 在后现代以前的那种的 大家一种单一的 简单化的理性主义式的这种realist 而是一种critical的realist 我大概就加这么一句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黄老师的分享 因为我们时间的一个缘故 我们这一讲的讲座 可能只能到这里了 我们后续可以再 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来互动跟交流 我们相关的一个沟通的信息 也刚刚我们已经在发布过了 那么我们期待下面的两讲 恭祝大家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黄老师 谢谢大家